在這個單中呢 我們要討論的是 Excel如何統計每日的注射人數 那它怎麼判斷注射人數呢 第一個 在西蘭注射用藥 這邊要寫什麼 是注射還是用藥 還是用藥 那我們切到Excel來看 我們切一切來看 首先第一個呢 你要先幹嘛 入注日 入注日 因為它是文字的 它寫得方便 因為它是直接用文字的打法來打進去的 可是呢 我們要統計的話 我們不能單獨幹嘛 用這樣來統計 因為你要算什麼 它每一天 像這個 它有11天 也就是說從7月31日到8月11日 它都要注射 都要注射這個針 那這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要怎麼作驗呢 其實你要看到這裡 我們在F欄寫入注日 把入注日這個資料幹嘛 重新整理過來 所以第一個我們用一個函數叫做DATE 去抓A2儲存給裡面的左三碼 左邊LIFT 左邊三碼 109把它抓進來就等於它的什麼年 年 但是因為這是民國的 所以你要加1911把它變成西元 Essal沒有辦法直接用民國來作業 所以你要把它加1911變成西元 然後NID函數 A2的第四個字 抓兩個位元 07 抓進來後來變成幹嘛 當成它的月份 月份 然後LIFT A2的右邊兩個字 31抓進來後變成它的什麼天 等於幹嘛 109年換算成西元 就2020年的7月31號 把它抓進來 這樣抓好了以後 我們就算出幹嘛 往下點兩下 算完每個人的入注日 入注日 然後再下來我們要算它什麼時候出院 什麼時候出院 特別注意到的 它的出院日呢是 入注日加上住院天數 所以假設 第二等於未出 什麼叫未出 因為它還沒有出院 注意到這個時候會不會出院 比如說第30列的這個資料 它是沒有出院 那表示它幹嘛還在住院 所以一定要注射 一定要注射 所以我們會把它幹嘛 如果未出就抓系統的日期 看你今天系統是哪一天 把系統日期抓進來 抓進來了以後 就變成幹嘛 自動算到那一天 那萬一家不是未出就不要幹嘛 它一定是要幹嘛 一定要注射的 一定要注射就是什麼 F2加D2 幹嘛 把它的天數相加 已經出院了 我們要知道出院是哪一天 F2加上D2 算出來每一個人的出院的日期 出院日期 然後再來我們在埃蘭 做一個日期的對應表 就是說從一開始的日期 109的7月30一直拉往下拉 看你要到哪一天 你都全部一直往下拉 你也可以說我要到 譬如說10月15號 我就拉10月15號 這都沒關係 看你 然後咧 好了我們要統計它的什麼 注射人數 注射人數 注射人數第一個咧 我們要先去怎麼樣去算 算什麼 這邊要特別注意 CounterIfS又是一個條件 用CounterIfS這個函數來算 算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 F2到F71 請你注意到這裡 F2到F70 因為我們有70比的紀錄 它的開始日期要小於等於I2 什麼意思 要小於等於我這個日期 I2這個日期 現在我設定的 要統計日期7月30 要小於或等於它 同時呢 注意到咧 飢餓 飢餓什麼 飢餓是出願日 也是70比飢餓到71 然後要大於等於I2 因為什麼 住願日期一定要比我們現在的日期大 那才代表它可以幹嘛 注射 可以注射 大於或等於 另外一家小於就表示 幹嘛已經過了 它不可以再注射了 然後最後一個判斷的是 C2到C7C什麼 C然的 它要確定是要注射的 不能夠不要注射的 不注射就不能統計進去 因為不注射它代表是吃藥的 吃藥 好了以後咧 根據這樣的條件算出來有一筆 7月31的有一筆 7月31有一筆 那我們點兩下 往下移 它就會幫你算出來 OK 怎麼樣 C2到C31幹嘛 這邊有推到一件事情 這裡你要幹嘛 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C欄的要鎖起來 不然往下會移動 那會把你的資料算得不準 所以特別注意到 算得不準 所以它算出來結果就是什麼 1 1 3 7 10 13 18 有沒有 每一天要注射的人數 全部換算 然後你今天是8月29 你就可以看到到8月29號 還有五個人 8月30是明天 所以它不會出現任何一筆 還不會出現任何一筆 所以只到8月29號 到8月29號